俄羅斯將會在這個月的十七到十九號 舉辦下議院的選舉 這米德堡的選舉公報上 居然是有三個同名同姓 外觀特徵也幾乎是雷同的候選人 法輪判陣營人士就說 是指政黨為了要混淆選民 影響選舉結果所使用的騙數 俄羅斯自由派政黨 統一民主黨的資深國會議員 正在競選連任的 波爾斯維辛 涅夫斯基六號 對媒體出示新發布的選舉公報 引本 他本人照片與資料欄的左邊 居然有兩位同名同姓 連外型特徵也幾乎雷同的 分身一同參選 維辛涅夫斯基指其中一位 是執政黨統一俄羅斯的黨員 名叫做維克·畢可夫 而他本來沒有留胡子 另一位被俄國知名的 獨立媒體行報查出 是聖彼得堡一家公司的銷售經理 名叫做亞利克·辛·史梅夫 俄羅斯將在這個月十七到十九號舉行下議院選舉投票 克里姆林公的批評者全被各種手段排除在外 反對陣營的頭號大將納瓦尼二月被捕下獄 他旗下的團體也都被列明為非法組織 維辛涅夫斯基指他已經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 對這類選舉騙數進行調查 選委會主席潘菲洛娃稱這種情況是恥辱 以及對選民的嘲弄 但卻表示愛莫能助 同樣也是在這個月舉行國會大選的德國 外交部發言人在六號的記者會 則是指控二國當局企圖竊取議員資料 意圖散佈假消息干擾選舉 英國卡蒂夫大學的犯罪與安全研究中心 針對西方十六個國家 三十二家主流媒體所做的研究顯示 俄羅斯主導了網軍大規模的 透過網路留言的方式 企圖影響個別國家的社會輿論 制造出親俄國反西方的假象 恭喜新聞網紅編譯